大家好,我是羽林章 我们热带羽林被称为世界天然的大药房 现代25%的药物都是热带羽林植物提取的 对这个血液兰金回归 这是在国内我们第一次在做 大家好,我是羽林章 今天在霸王岭的一个沟谷里边 那么我就带大家一起走一走这个沟谷 看看能遇到什么有意思的物种 在我身后的这个墙壁上 大家看到这种小小的 有点像金线莲的这个小小的植物 就是我们的目标物种叫血液兰 别看它小 每一年才能生长一节到两节 所以说这里我们数一下 它可能已经长了十多年了 现在血液兰也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了 野生植物保护明露出台之后有法可依了 出台之前 这个血液兰盗采是比较严重的 我们是2016年关注到 在海南血液兰被盗采 破坏比较严重 越来越难找到野生的植物 比如说我见到了这片血液兰 隔了半个月 我在上去的时候就不在了 因为它们可能是一个传统嘛 比如说抽烟的人 可能吃点血液兰可能会舒服一点 我们就把这个情况上报给当时的 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现在已经是国家会员管理局的霸王岭分级了 一起去想办法 首先是 我们就请当地人当向导去找到了一些 当时立马给他们说 这个研究价值很高 能不能给我们保留下来 他们真的是很同意 并且每一年都会去看一下 还在不在 所以非常感谢霸王岭分级 和这些彼族苗族的同胞 一起守护 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其中有一方面就是遗传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哪里来 就是野外来 野生资源可以带来遗传多样性 因为它那个生境 是特别阴暗潮湿 有些传统昆虫根本就到达不了 每年去监测 就是特别是它花期 会协助它一些野外的授粉 然后也会采集一些果价回来 像我身后的这些血液兰 基本上都是当年五个国家繁育的 大概从萌发到长成现在这么大 大概是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 之前我们在这个生境里边 发现了它一个小小的菊群 这个小小的苗就是它的原生苗 那么今天我们就准备 把我们之前在这里采的果价培育的小苗 把它回归回来 现在我们就取之自然 现在又把它回归自然 这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对这个血液兰进行回归 目前先种植几十株 我们先看看情况 期待呢这个种群 能够慢慢地在我们的努力下把它恢复起来 最终呢 体现的这个恢复工作成不成功 就看它的成活率 以及它能否正常进行成熟植株的一个自然繁育了 就是我们一直都说要敬畏自然 也要保护自然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保护的目的是什么 也不知道大自然有什么东西 你首先得了解它 你才能去保护它 科研跟科普同等重要 对于全民素质提升来说 可能科普还是要先行 这个叫齿叶赛金莲木 可爱的米老鼠 来 找到这个物种 并把它的故事讲出去 并把它的美丽的照片展示给公众 这是我觉得非常有益力的事情 因为对于我们核心区保护来说 普通的民众是进不去的 他也看不到这些神奇的东西 但是通过我的这一个媒介 我是可以让他接触到的 特别是对于小孩子来说 经常开展一些自然教育 科普教育的活动 他们就慢慢的知道了 我们现在保护血液蓝的意义 以及保护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它潜移默化的 它就受到影响 希望下一代能够把这个绿水青山都能守护好